119 福建日報 今下互聯網人才需求量大 2015年7月15日產經周刊的15公信支聯招聘近日發布的2015年下季 中國僱主需求與百領人才供給報告顯示 從各行業對人才的需求量來看 互聯網、電子商務行業的人才需求量最大 其次是基金、證券、其貨、投資行業 再次是房地產、建築行業 你是否記得 幾年前有一種叫編程員 的工種 因為滿大街都時 很多當年學者個專業的人被迫改行謀生存 現在這個工種鹹魚大翻身 有了一個洋氣的名字 叫Jove工程師 且新駕大將 成為時下最搶手的互聯網人才之一 目前來我們這應聘的多位在 企業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和積累 有的更是從微軟有意跳躁過來的海歸 很符合我們的要求 預計週一就會跟它進行下一步的聯絡溝通 在公信部人才交流中心日前主辦的 互聯網人才專長招聘會上 華為人力資源部主管瑪木表示 針對 互聯網行業對中高端技術人才需求的井噴式增長 近百家互聯網 金融等企業參與了這場招聘會 提供軟件工程師 研發員等1300餘個職位 起步年生均在20萬至50萬元之間 其中 Java 開發工程師 大數據方向高級研發員等高級技能人才是企業迫切需求的 百度集團人力資源部招聘運營經理海學森介紹 當天共收到大約500份簡力 不少都是非常稀缺的高級人才 我很驚喜地發現兩位在前沿科技領域肯有建樹的海龜博士 還有四五位在傳統行業非常有經驗 希望能夠跨入互聯網行業的應聘者 海學森雪道 作為國內互聯網巨頭 百度而擁有超過五萬名員工 而每年仍需要成百上千高級人才加入 互聯網人才為何這麼緊缺 主辦方負責人分析 隨著國家互聯網加戰略的提出 連 企業紛紛著著這一契機將業務模式從傳統平台拓展到互聯網電商平台 實現企業的整體升級和轉型 然而這方面的人才更傾向到一線城市謀求發展 更加劇了人才緊缺的現狀 和字幕by索兰娅